《探龙》第407章 那人顿时一愣 随即苦笑说道 原来如此 灵太清明 心智潜意 明明以众幻术 却不为所动 我守在你手里 也算不宣 随即又看了一眼萧冷秋 说 那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萧冷秋轻轻地叹了口气 也是因为金玉龙 我虽然中了幻术 但是我知道它比较鲁莽 所以一直注意着它 对它父亲的一切 也尤为警惕 当它被这养子 站在你所伪装成的 大石头旁边 你心动了 一想杀了它 每一个人都是有气场的 特别是杀念一起的时候 杀气就会不自觉地外泄 虽然你伪装的石头天衣无缝 看上去和真的石头 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你一动杀心 行踪就漏了 一块石头 怎么可能会有杀气呢 那人顿时明白了过来 一脸的懊悔 确实如此 在金玉龙背着杨子到他身边的时候 他起了杀心 要知道 教师古一战 杨子三兄弟已经是杨明六门了 这次逍遥到伏击 贺连家赔上贺连刚的命 贺连王被烧伤 都没能拿下三兄弟 足见三人有多难缠 当时萧冷秋已经中了他的幻术 杨子昏迷不醒 如果他再能杀了金玉龙 等于是他一次是禁奸三兄弟 这个功劳足够使他在贺连家扬眉吐气 就连贺连春水也得将他奉为上兵 所以他贪功了 杀念一起就让自己露出了马脚 反倒是送了自己一条命 其实在之前他就已经起了谈言 他并不是把守第二关的 把守第二关的是贺连猛和郭上新 他是把守第三关的 是贺连烈的副手 贺连烈性格暴躁 贺连春水特意安排比较沉稳的他来辅助 第二关的陷阱是郭上新设计的 秘密就在那条土狗里面 但郭上新却死了 没人能够发动 所以他主动请营留了下来 想利用萧冷秋等人的大意 施展万象随心 他确实成功了 只要再隐忍一会儿 萧冷秋彻底失去理智 杀了金玉龙 他在忽然出手偷袭 有80%的机会能赢的 但是他没能忍住 一时的贪念气 令他满盘皆数 这时萧冷秋彻忽然说了一句 我知道你是谁 外向随心满存志 天隐门满家唯一一个叛逃者 我也知道你为什么叛逃 满云天嫉妒你的才能 害怕你会顶替了他 嘴处处压制你 你才判处满家 投奔了贺连家 是不是 那人面色顿时苦涩了起来 随即一点头 不错 我就是满存志 满云天容不下我 我为什么不能投奔了贺连家 萧冷秋一点头说 你投奔谁都无所谓 但你现在后背中了一刀 已经伤进你的心脏 你之所以还没死 是因为你们天隐门 素来修炼五星盾数 气息可以降至最低 身体机能的运行 都可以接近休眠的状态 所以死也比别人死得慢一些 如果这个时候 我身上还凑巧携带 蓝田叶家的九转还阳单 你又能让我满意 你或许还能活下去 那满存志一听 顿时一愣 在强烈的求生欲望支配之下 脱口问道 你要什么 萧冷秋一听 就知道他上钩了 淡淡地一笑 很简单 你告诉我 如何破满云天的雾影之数 满存志顿时面色一喜 满云天和他虽然同族 却一点情意也谈不上 当下没有一点的犹豫 立即就说 好 我说 满家的雾影之数 是迅速地将空气中的水分抽离 随即分散于自己的周围 形成雾气 但这树有一个弱点 外人看不出来 满家的人自然知道 就是在施展这树的时候 需要施树者不断地吸收 周围空气中的水分 来保持雾气的浓度 但是雾气极轻 风流足以带动 所以在施展的时候 会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 这个漩涡所在的地方 就是雾影之数的破绽所在 一说完雾影之数的秘密 满存志立即对萧冷秋一伸手 快 将九转化羊胆给我 萧冷秋一摇头 说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那满存志急到 你不信吗 我施展一下给你看看 一句话说完 真的双手一挫 手中多了一团浓雾 随即单手不断在浓雾之中画着圆圈 浓雾不断地扩大 小冷秋定睛一看 果然如满存志所言 那团浓雾正中的位置 逐渐形成一个漩涡 不是那么太明显 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确实看不出来 但是 一知道其中的奥秘 找出漩涡来 那并不是什么难事了 小冷秋一点头 说 好 我相信你 满存志一听大喜 又一伸手 就转换羊胆给我 小冷秋淡然一笑 一摇头 我没有九转换羊胆 满存志一听 顿时大怒 呲声说道 你 你骗我 小冷秋一摇头 我并没有骗你 从事至终 我就没说过 我有九转换羊胆呢 我说的是 如果我有 一定给你 可蓝天叶家的 九转换羊胆 本就是起死回生的 真心药物 我和叶家 并不是太熟 叶家 怎么会给我呢 我也没有保证 一定会给你取来 是你自己自愿 说出来的 所以 我并没有骗你 不过 我可以替你出一口气 等我下次 见到满云天的时候 我替你 杀了他 他当然没有 他只是要杀满云天 给苗凤凰报仇 所以才不惜欺骗满存志的 满存志这时才知道 萧冷秋给他 抛了一个虚拟的耳 利用语言上的欺骗性 来让自己上钩 只是想套出 雾影之术的秘密 顿时一阵苦笑 缓缓点头说 也好 也好 满云天压了我一辈子 我也算送了他一个不痛快 刚才之所以坚持着不死 是因为还有一丝希望 现在希望一破灭 生机顿时 整个人缓缓地微靡倒下 躺在地上 自己闭上了眼睛 随即最后一口气呼出 头一歪 身体一弹 就此死去 小冷秋看着满村置的尸体 轻轻地叹了口气 伸手一体一抛 抛进密林之中 转头看向 已经看傻眼的金玉龙说 走 上山 看龙 精彩继续